欢迎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谭英伦 头条我们来看到的是西班牙东部面临了毁灭性的洪灾 造成了超过200人死亡 那西班牙国王跟王后也前往了重灾区瓦伦西亚来勘灾 不过你可以看到画面上 他们是被怒火中烧的灾民丢烂泥来泄愤 王后还一度被吓哭 结果隔天王室发布的影片当中 是完全看不到民众的抗议 周六西班牙国王与王后现身勘灾 瓦伦西亚毁灭性洪灾 一下春秒变众矢之地被火冒三丈的灾民怒丢烂泥 王室成员各个灰头土脸灾民的怒火直冲最高点怪罪政府无能 超过200人命丧当地百年来最严重洪灾 而且现在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王室成员被当出气筒 王后雷迪西亚还被吓哭频频事累 但隔天王室公布的勘灾影片 仿佛平行时空 国王与王后倾听灾民心声 还互相拥抱鼓励 没有任何不满情绪 反倒相当受欢迎 与实际情况天壤之别 同样沦陷的齐瓦地区 重要河流布满泥浆 大街小巷都被泥土覆盖 住宅大楼前床百孔 灾民仍坚守家园投入救灾 就连西甲足球赛开赛前 巴赛隆纳 马德里竞技 还有赛维利亚球员们 纷纷戴上黑色臂章 为洪水罹难者莫哀 观众席也以掌声回应 为灾民祈祷 一切能尽快复原 TBA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是美国总统大学 一系列的相关报道 我们先来看最新消息 就是匈牙利总理奥班 现在也做出表态了 他力挺的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同时他也表示 如果川普胜选欧洲 将需要重新的考虑 援助乌克兰的相关事宜 他认为川普会跟他的看法一致 反对军援乌克兰 要求展开谈判 奥班说已经致电川普 助对方好运 如果川普重返白宫 也将会获得匈牙利强大的支持 德国对于美国大选则是没有这么乐观 德国的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认为 无论是谁当选情况都会改变 也将会影响欧洲以及德国 认为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关注会减少 欧洲必须要提高自主的防御 好 美选投票前最后的黄金周末 川普到了宾州来照市 因为宾州是摇摆州 那除了抨击媒体的假新闻 还引用了自己在真人秀中的名言 声称要开除贺锦丽 据贺锦丽则是现身老牌综艺周六夜市现场 那合体喜剧演员大玩谐音梗 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末 川普抢供19张选举人票 到关键摇摆州宾州造势 川普这次换上悲壮音乐当作开场 除了用名言炮轰贺锦丽 还在提及2020选举造假 紧接着川普继续推销他的阴谋论 将枪口瞄准媒体 川普躲过枪击之后的造势场 周围都设起防弹玻璃墙 川普借机嘲讽媒体 说要让做假新闻的媒体 替他挡子弹 另一头贺锦丽最后时刻 二号惊喜现身老牌综艺周六夜现场 合体喜剧演员麻雅鲁道夫唱双簧 除了上综艺 用谐音梗搞笑贺锦丽还飞到密西根 参观当地一间黑人理发厅 亲切和选民握手合照 每选最后倒数48小时 两党候选人继续抢攻七个摇摆州选票 川普会先后到宾州北卡及乔治亚 贺锦丽则是现身密西根催票 而至于选前之夜 贺锦丽将到费城艺术博物馆 川普则将在密西根大吉流城 为赢得大选做最后努力 特别新闻总报道 根据选前的三份民调也都显示说 贺锦丽跟川普在七个摇摆州里头的差距 都是微乎其微 而且竞争相当激烈 那贺锦丽在最后阶段也狂打名人牌 像是好莱坞女星 黑寡妇斯卡雷乔汉森 还有金球奖女星珍妮佛加纳 以及人气饶舌歌手 就Cardi B等影视的红星 都来为贺锦丽展台 没选最后冲刺 民主党再打明星牌 现在来到的地方是 民主党在皮斯堡的竞选办公室 这里呢他们打出了明星牌 请来的知名女演员 斯卡雷·善森来为支持者加油打起 好莱坞女星黑寡妇 是加雷·喬汉森 以身知性打扮为贺锦丽拉票 因为我们相信女性的材料 是值得保护的 大咖人物接续压轴登场 金球奖女星珍妮·佛加纳 则现身威斯康星州拉票 我感到幸福 新光异议靠人物接续压车 在五个国家里面 新光异议靠人气息选票 IG拥有1.6亿粉丝的嘻哈女歌手 卡尔蒂逼也在同一场集会上 支持贺锦丽 这场造势还有美国前总统 欧巴马帮忙站台 为了刺激选民出门投票 各州团体无所不用其极 选前投票最后一天 俄亥俄州团结联盟 豪气出动跑车 在选民前往投票所 选情倒数 但根据三个主要民调显示 七个摇摆州 两人都没有明显差距 不管是亲民主党的纽约时报 或是综合两党调查的 Real Clear Politics 或是学者习佛统计的结果 所有摇摆州民调都在误差范围 纽约时报更说 这是数十年警戒的激烈美选 究竟谁能登上大位 恐怕得要到开票最后一刻 才能见真章 T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就因为相当激烈 所以两党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TBS采访团队也前进到了 有没选章鱼歌之称的小镇伊丽 那也看到了民主党这边 是请来了前总统柯林顿助政 大打的是经济牌 我们来看特派记者 彭慧云 钟颖文的采访报道 TVBS带给您在美国大选的第一手观察 我们的采访团队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在美国 宾州伊丽 那这里呢就是过去被称为美国大选章鱼歌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的开票结果有很多次都准确了预测 到底是哪一党能够入主白宫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在民主党的造势场合上 他们请出的是大佬也就是前总统柯林顿 要来这里推销的是贺锦丽的经济政策 一开口就先称赞贺锦丽展现总统风范 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在选前最后关键时刻出动 来到摇摆州 宾州的重要小镇伊丽 批评川普若回国 美国人的生活会更苦 现在鲜少公开站台的柯林顿 对于民主党的选民来说还是有很大魅力 甚至还有死忠支持者拿着柯林顿1992年 和高尔大党选总统时的标语来历听 伊丽的民主党支持者很热情 但是也很焦虑 认为这次女性族群的选票会是决胜负关键 另外也有人批评川普利益至上 不会真心支持台湾 投票倒数计时 两党猛攻经济 女权等议题 就希望能说服还没有下定决心的中间选民 TVBS新闻彭汇云 钟颖伦 在美国宾州伊丽的采访报道 好 美选大鼠计时了 传出计划离开美国的富人数量 还正正打破历史的记录 我们来看到这是美国的财经媒体CNBC报道说 有移民律师指出 越来越多的美国有钱人计划在周二大选之前要离开美国 主要就是担心总统大选之后会发生骚乱 还有政治跟社会的动荡 财富顾问也表示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许多的美国有钱人都已经离开美国寻求第二本护照 或者是海外长期的居留权的客户也是增加的趋势 同时有金融咨询服务公司调查发现 53%的受访的美国百万富翁表示 无论是谁当选 他们都可能在大选之后离开美国 好我们再回来看到美国总统大选黄金周末 在宾州费城附近的近郊 竟然出现了动算的字眼 这个不是在台湾是在美国 原来是挺贺锦丽的台美人 他们穿上了贺锦丽动算的T恤 来投入义工行列敲门来拜票 毕竟这决战 宾州现在看起来是最关键的 星期六中午贺锦丽义工陆续来报道 除了费城本地人 还有从纽约 纽泽西 德拉瓦和华府来的 在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到一级战区 宾州 敲门拜票 亚太裔不缺席 要投票也要出力 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 为亚太医的选前冲刺 揭开序幕 你们想知道多少门都在港湾 对 你们知道53千多门 你们都会做到一千多门 每一门都会代表我们的历史 我们选择 当我们会选择 我们会选择 两人一组带着手机和文宣资料 出发拜票 手机应用程式锁定的是立场 偏民主党的选民 提醒他们要拟定投票计划 更要记得投票 任何可能把票投给贺锦丽的 都要催出来 美国总统大选台美人不缺席 支持贺锦丽的台美人 选前最后一个周末 穿上了冻算T恤 在宾州逐户敲门败票 台美人挺贺锦丽的共同主席 这三天都会再费城 他说这次选举台美人比过去更积极参与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一票可能带来改变 走完一个社区回到集合地 休息一下带着文宣品再出发 选举还没结束 他们也不能停 TVBN新闻黄松普 尼嘉辉在宾州的采访报导 不只美台 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也很关注 美国总统大的选情 而且这是官媒 它是高度的关注 央视这边就推出了五则系列的报导 吐槽美国的选举制度 另外港媒则是深入到美国校园 跟美墨边境 探讨是川普在2016年上台之后 对美国边境经济和学术界造成的影响 维吉尼亚州的投票站外排启人龙 美国大选投票如火如荼展开 截至1号下午已有超过7500万人 提前投票 战况相当拉锯 我的最大关系是房子市 尤其是在纽约 跟这么限制房子市 价钱只上升 非常贵 非常贵 无论谁上台都可能进一步打击大陆经济 因此这场大选 大陆官媒高度关注 央视也推出五则系列报导 批评美国选举人制度不合理 会导致政治遭少数人把持 就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 让川普2016年胜出 导致大陆经济受到重创 2020年起 川普禁止半导体AI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赴美国念书或研究 迄今超过5000多人 都申请不到签证 遭到遣返 港媒深入大学校园传达留学生心声 另外港媒更深入美墨边境 探讨非法移民问题 这次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城市 诺加利斯 禁离墨西哥 但川普打击非法移民后 当地民生经济也受到波及 纽约时报民调显示 川普与贺锦丽在七个关键摇摆州的选情 仍难分胜负 英国媒体BBC分析 大选过后 美中关系或许将有一段蜜月期 可能重启对话谈判 但很快就会回到竞争主轴 TVBS新闻叶俊宏蔡监 综合报导 好 这世界不只是要关注美国选举 还要关心的是乌俄战争 尤其台籍雇佣兵吴中达 被证实在乌俄交界战时 他战亡了 成为第二名在乌俄战场上 丧命的台湾人 那他是高雄人 育有三名子女 那今年十月要出发去战场时 还曾发过一段在战车上的影片 给台湾的朋友报平安 没想到成了最后的告别 他曾向家人说 如果战死了 不要远赴乌克兰找他 就让他留在那里 全副武装坐上战车 在狭小的空间里 和战友开心自拍 这是吴中达在乌克兰一次 作战任务后拍下的影片 十月二十五号 才传给协会理事长报平安 没想到三十一号 就传出战死二号 你们去要拿枪 要拿枪吗 你们是在冰线 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做 没有 身穿军服背着袖有乌克兰国籍的后背包 整装待发 吴中达七月出发乌克兰前 在桃园机场接受媒体采访 却成了在台的最后身影 内心很冲击 又带一点沉稳 又会 又喜欢来一点耍把的 44岁的吴中达是高雄人 陆军特战部退役 和前妻离婚后 带着就读高中的长子和母亲同住 还有一双儿女 则是托给父亲照顾 去年12月乌中达首次赴屋参战 半年后因为大腿遭碎片炸伤 回台养伤探亲 直到7月初二度赴屋 加入乌克兰正规军的第二旅突击队 抱着三只小猫脸上腼腆笑容 吴中达会和黄春生牧师分享日常 不只会喂食流浪猫 还会分享物资给长辈 还曾向黄春生透露 前方守不住让他好难过 也曾向家人说过 如果战死了 不要远赴乌克兰找我 就让我留在这里 没想到一语成称 留给家属无限伤痛 TVBS新闻林志伟 赵丽须敦综合报道 好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吴中达要去乌克兰这边来参战 是不是因为薪水呢 我们就来看月薪 他月薪是4800元美金 折合台币大概是15.3万元 看似优渥 但是却时时刻刻在枪林弹雨之中拨命 所以生死一瞬间 那现在据了解 还有四名的台籍佣兵在前线作战 抖地的是一名刚被炮弹波及 遭遇弹阵症的美国籍雇佣兵 你还活着吗 处处都是危险 这是欧乌战场前线的残酷日常 乌克兰正规军的国际兵团 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随身携带美国国旗国际兵团 每人都各司其职 负责用迫击炮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而要加入国际兵团 志愿者通常是自行前往乌克兰 或者透过管道认识牵线人 抵达例如基辅或利维夫等大城市的公家机关报道 选拔标准要求有基本军事训练体能和外语能力 因为必须听懂指令也跟队友顺畅沟通 以英文和西班牙文战多数 通过后再依专长分配到各部队 今年7月跟吴中达再度前往乌克兰 据悉有至少6名台湾人曾赴屋 目前登地有4名台籍佣兵 大多在乌东前线 一次参战为期6个月 月薪美金4800块 战时抚恤金达1200万和林夫纳 这核心台币924万家属必须前往乌克兰办理 他们待的野战医院 再离开不到15分钟后 就遭到俄军的火炮袭击 造成一名医生身亡和一名护士受伤 作者心想当时如果再挽走一步 不是负伤就可能是阵亡 乌克兰国防部曾释出国际兵团联合训练 城镇作战画面 毕竟到了前线子弹炮弹不长眼 对抗俄罗斯往往遇死神擦肩 就是一瞬间 绿别新闻随众群 刘静廷跳不到 好战争真的相当无情 我们再回来看南韩日本跟美国这边 3号进行了一次联合空中的演习 要回应的就是北韩最新的长城飞弹试射 这次的演习出动了美国B-1B的核子轰炸机 南韩的F-15K跟KF-16战斗机 以及日本的F-2战斗机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 演习展示了是大韩民国跟美国同盟 致力于综合延伸威择 以应对来自北韩日益升高的核武跟飞弹的威胁 南韩跟日本的战斗机 护送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飞往朝鲜半岛以南的指定地点 展示了快速精准打击模拟目标的压倒性能力 同一天北韩官媒则是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他们指控南韩总统尹席月的北韩政策 是让南韩暴露于核战的危险当中 同时也列出尹席月在南韩国内的政治困境 包含第一夫人疑似收受贿赂的丑闻 让他的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 美国大选马上就要登场 这当然也会牵动台海的局势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今天也出席了旗下百货中年庆的造势 就被问到看好谁呢 他则是说重要的是要对台湾好 那又再被问说怎么分析两位候选人的利弊 他也说真的太难了 要大家不要再猜了就等吧 因为美国大选10月5号投票日 共和党川普跟民主党的贺锦丽 目前战况百热化 就连美国七个摇摆州民调都很胶着 但许董官选重心摆在台湾 都要跟台湾有爱 但如果要分析利弊 徐旭东说太难了 其他企业界大佬则认为 不管谁当选对台湾好像都不太有利 还拿川普对恶物战争的处理态度来举例 目前选情五五波 倒数计时阶段也影响台股开盘 10月4号开盘指数22,839.18点 上涨59.1点 开高走高早盘涨了超过白点 一度涨破了150点 而台积电开盘价为1030元 上涨5块钱 一度飙涨了15块 广达也有买单拉抬 不过分析师说 市场上很多投资人进入到退场观望态度 外资对于谁当选也有不同的剧本解读 几短线中 没选结果出炉之前 投资人都还保留态度观望中 不过外界传出 不管谁当选 台积电已经准备好大理 12月底开始扩大美国投资 不过分析师认为应该是孤独联想 因为都在计划当中 不管谁当选 站在台积电的营运立场 支持美国制造 美国厂的落成 都有正面帮助 TV本身刘一军 你才会报道 好 再来看到 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一审 遭重判7年4个月的新竹市长高鸿安 在4号早上2审首度开庭 那4名涉案的助理也传唤出庭 那法院外也集结了不少支持者 跟反对者 情绪高涨是大喊口号 那您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停职中的高鸿安 他在4号这一天的开庭 开庭前他是穿着蓝色的洋装 那开庭前他微笑 只说了声谢谢 被停职的新竹市长高鸿安 一现身现场开始躁动 高院大门外分成两边 支持者小草们大喊绿色迫害 台湾国则在对面高喊 重判高鸿安 因为这天是涉嫌诈领助理费案 二审首度开庭的日子 高鸿安一改之前风格 不穿西装外套 穿蓝色洋装出庭 被传唤的还有 时任公关主任王玉文 前行政主任黄慧文 还有时任法务主任陈玉凯 以及时任办公室主任陈玉宇 由高鸿安打头证 先接受讯问 再由其他4人轮流 他一审被重判7年4个月 这回准备停上 委任律师要求传证人 法官表示 必须在两周内补读相关文件 约20分钟就结束讯文 高鸿安没多做回应 直接上车离开 到了约10点半 开庭结束的王玉文 也打破沉默 我不知道 大家对496 被判两年是怎么想的 家人也希望 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可以继续试试看 相信台湾司法 有机会可以还 一个公道这样 北京也对一审判决不服 提出上诉 认为低薪高报跟虚报加班费 都是假期守法 高鸿安无意给助理虚报的加班费 却向立法院申请以构成诈述 认为北院裁定不当 支持者反对者们情绪高涨 集结人数越来越多 遭警方广播警告劝导 最后陆续离开 首度开庭约接近两个小时 全部讯误完毕 到底会传谁作证人 恐怕也是高鸿安未来 司法攻防关键 提出了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要看到则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严压到明年的1月4号 所以现在代理主席的问题 就被浮上台面 黄国昌也就是民众党立委 屡被点名 但是他现在说 这个没有正面的回应基层的期待 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在周一 这个司法委员会 国民党籍的招委吴宗宪 也特别安排 考察北建 从球车到望向外面 距离和动线 都是考察重点 通常都会 这样是很高小 难得进到应讯者通行路径 和媒体与机关办公处所隔离 也看得很仔细 国民党立委吴宗宪 4号安排立院司法委员会 到北建考察 侦查不公开 民众党包含立委张旗凯 和党团主任陈志涵也随团 但此刻北建还在侦办金华城案 就被民进党发言人吴征批评 是干涉个案 没有这是很弱智的批评 因为这段时间 对于侦查不公开的违反 是非常的严重 像以前柯建民总招 在前检查总长泄密案 那个才叫干涉个案 民众党每次只要遇到 柯文哲的案子 有新的进度或新的进展的时候 就高喊侦查不公开 吴宗宪透露 许多基层检察官都传讯息 称赞这次考察行动 而同属司法委员会的 黄国昌同一时间开记者会 瞄准台延前董事长陈启玉 涉及绿能光电弊案 揭露背后利益输送 在台南旗鼓活生生的上演 经济部不知道吗 陈启玉持续身影 周一正式对他发布通气 民众党不满 柯文哲被财力延压 哪两岸相比 只是柯文哲现在预计延压到 明年1月4号 无法行使职权超过三个月 代理党主席讨论浮上台面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主委 姜和树表态支持黄国昌带领党 没有正面回应基层期待 毕竟现在律师团是否提出抗告 还在等柯文哲点头 延压与否恐怕还有变数 也攸关民众党的权力变动 TB宣传刘智权辉辉很长报道 还要带您关注到是 摩尔多瓦3号举行了 激烈竞争的总统决选 亲欧盟的现任总统桑杜 击败了亲俄罗斯的政党支持对手 成功的胜选连任 根据摩尔多瓦选委会的开票结果指出 桑杜是一百分之五十四点九四的得票率 击败了亲俄的社会主义党支持的 斯托亚诺格洛的百分之四十五点零六 桑杜发表胜选感言表示 摩尔多瓦人民是展现了 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堂民主课 自由真理和正义获得了胜利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也祝贺桑杜连任 还有摩尔多瓦的欧洲未来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则是表示 民主战胜了所有的干预以及计谋 好再回到台湾我们来看 原定上周就要展开的空军年度重要的演训 天龙操演 不过受到了台风的影响 所以延期到了周一上午举行 一连五天将在新竹台中花莲登场 包含幻象2000 金国号战机都有参演 一架幻象2000 整装待发 飞上天空 帅气起飞身影 让一旁军事迷看得好过瘾 这是空军年度重要演训 113年战术总验收 天龙操演 原定上个月28号就要开始 不过受到天气及台风影响 操演临时喊咖 去年一周到4号上午8点多展开 并将连续五天 在新竹花莲及台中登场 包括F16V 幻象2000 以及金国号战机都会参演 今年操演强调团队竞赛 一共五大竞技项目 包括快速升空拦截 及机炮武器射击的防空拦截 及AGTS射击 空对面精准乍射的25磅训练弹头值 还有模拟近距空对空 飞弹射击的红外线飞弹射击竞赛 考验地面人员武器装载速度的 潜力挂载竞赛 以及这次空军宪兵数位 及战斗能力的宪兵部队 轻兵器射击竞赛 等三项空中科目 及两项地面科目 过就在美国总统大选 白公主人即将揭晓前 大陆解放军在台海 及南海东海周围动作频频 国防部4号上午就公布 中共解放军3号到4号的军事动态 争获共击44个架次 其中有37个架次 逾越海峡中线 及进入西南与东南空域 另外还有6艘次 共建与公务船一艘 而面对解放军 军事行动不停止 总统赖清德3号一早 也到高雄主持海军轻型巡防舰 防空行员行舰安隆典礼 宣示要加强国防决心 未来这艘巡防舰完工之后 将搭载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 反舰飞弹 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 火炮 以及战斗管理系统 会以更高的机动性 肩负起海上巡异的责任 在面对持续紧绷的两岸局势 加上美国大选等不确定因素影响 国军持续戒备守护国家安全 TB新闻 吴中勋 陈世民 杨琪 新竹 高雄 采访报导 好 来关心体坛动态 12强台湾捷克交流赛 第二战靠林安可 还有陈辰威以10比3抢胜 最终战局是一胜一合 但网友却歪了说 杰克12号投手年仅19岁的万克 被迫下场时这头发很飘 气势十足 很像在走秀 帅度破标 这一棒右半边的飞球 还在飞 还在飞 安可敲出大满贯全力打 一棒逆转赚得4分 12强台阶交流赛 TB Taiwan打线很热 这一棒在右半边打得不错 再来看球的位置在哪里呢 球出去了神威在线 陈辰威开轰杨春旦 中场以10比3抢胜 交流赛战绩总计一胜一合 但网友看球看到一半 这眼神再也一不开 看起来不太想下去 但终于拿球上来 不下去也不行了 两出局满壘 杰克救头赶紧换投手 但看看这离场 头发很飘 深邃无关 让网友说走下场 势在走秀 摘下帽子就一见钟情 这位12号的投手万克 年仅19岁 虽然杰克最后吞败 但台阶友好 从shopping开始 实在很尬意 先试穿看看再说 帽踢球衣球帽都很赞 当然全满下去 网友说杰克队上楼刷了 十几万好感度拉满 终止联络人 侯丽媛也透露 封管给他们逛 当然能刷卡 毕竟他们连菜市场都去了 球队官方IG也发出影片 写下谢谢台北大巨蛋 而这回来台式行程也走好走满 终止透露 这凤梨酥吃过了还要去吃鱿鱼羹跟米粉 杰克球队认真工作也认真管 今天球队还要到龙山寺参拜 踩点完台北大巨蛋 卢获不少台湾球迷 接续11月9号10号 也要飞到日本名古屋 跟12强的日本队进行交流 绝对新闻 两男家庭台北从不动 卫福部提出了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 预计在年底要送到行政院 新制最快在明年上路 不过现在传出说费用蛮贵的 我们虽然有练习相关要做的 有关心的项目 但是它后面的细节 必须要再建国专家的审议 所以现在目前所写出来的 伺候是没有这回事 代理孕母将解禁 卫福部说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 最快年底送进行政院 针对代孕者身心状况资格都严格把关 不仅号称是全球最严 还传出营养费加其他开销要100万元 费用可不低于远赴美国代孕 台湾在这个部分一定是 用最严谨 然后在价格方面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 因为这个真的是要尊重专家 费用还要讨论翻开修正草案内容 规定代理孕母必须涉及台湾 年满20岁未满40岁 身心状况足以承担怀孕及分娩 处前双方必须接受妇产科医师 心理师各两次的身心评估 确认清楚后签订契约并到法院进行公证 完成所有行政程序后 还需要经过中央机关许可的医疗机关审核 代孕彩无偿制度不过委托人 要先帮代孕者投保 也得承担必要的生活费及医疗费用 事实上国外常见的姐妹相互代孕 就曾有专家认为女性难以摆脱家族的压力 但目前经过讨论后草案并未排除在外 只要通过身心资商就可以协数代孕 许多细节尚未出炉 但被称为全球最严格的代孕法规 恐怕也会影响民众在国内找代孕的意愿 好很多人爱喝饮料但无形之中增加了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医师还是建议喝水最好 现在有许多人爱喝饮料 甚至把饮料当成开水喝 已经变成日常生活 研究指出常喝碳酸饮料或果汁 以及每天喝四杯以上咖啡的人 中风几率可能会比较高 进不了解 这项研究发现喝碳酸饮料 包括含糖或人工甜味剂饮料 会让中风风险增加百分之二十二 每天喝两种或两种以上饮料的人 风险更高 如果说水分太多 有的人心脏是会负荷不了 所以在脑部的部分 我会鼓励多喝水 那茶叶的部分 有的老人家是说他平常都喜欢喝茶 那茶的部分其实发现说 有一些研究是的确可以有抗氧化 然后对于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的保养 是有帮助的 如果以茶跟咖啡来比较的话 的确茶叶在预防这个中风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不受咖啡因这些量的差异那么大 所以茶叶是可以 当然不影响你的睡眠 有的人喝茶不好睡 那就建议时间上要斟酌 通常会建议病人水分的摄取应该要足够 千万不要有这种水分摄取不足的状况之下 如果喝非常非常多到过量的状况之下 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电解值不平衡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在有一些心脏衰竭 功能不是很好的病人 或者是肾功能不是很好的病人 喝太多水的话 反而有可能会造成水肿 或者是水分排不出去 反而会造成这个心脏功能不足的状况 喝饮料是目前很多上班族每天的小确幸 然而饮料喝多真的不好 尤其是碳酸饮料 包含含糖或人工甜剂的饮料 喝碳酸饮料的次数越多 中风的风险就更高 我们知道虽然高血压仍是中风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但是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关键 因此日常应尽量减少喝碳酸和果汁饮料 每天多喝水 尤其7杯以上的水可以降低因血栓引起的中风的机会 咖啡的摄取量就是过多的话 对于脑中风的影响或心血管的影响 可能会增加血压上升 关键在于会刺激神经系统 适量的话可以提神 如果摄取过多就会导致血压上升 甚至睡眠可能受影响 那我们也知道睡眠不足或是不好入睡 对于心血管疾病也是有提高的风险 的确也有一些研究说 在适量的情况下摄取咖啡有心血管保护 但是在过量的话 或是平常没有再喝咖啡 突然喝了很多 那对于身体的影响 其实是有可能是负面的 咖啡之外 另外就是现在人常常就是喜欢喝饮料 含糖分的或甚至是果汁 可能都是不建议摄取太多的 降低中风的建议 每天摄取7杯水 每杯250毫升 可以大幅降低中风的危险 不建议摄取含糖的碳酸饮料以及果汁 因为这些含糖的碳酸饮料 以及果汁的糖分比较高 会引起血液中的粘稠度的增加 进而引起后续的糖尿病 以及高血压的风险 大幅增加中风危险性 那每天咖啡的摄取不介意超过4杯 第4杯以上的话中风的风险会增加37%以上 牛奶会妨碍抗氧化剂的作用 最后治疗中风最好的方式是尽早辨识中风的症状 我们都还是认为胆固醇 血糖 血压是控制心血管疾病三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的胆固醇 血糖跟血压要在控制在什么地步 那这部分需要跟各位 如果有家庭医师或者专属的医师去好好讨论 才会有一个适当的数字 医师建议多喝水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血液粘稠度 可降低中风风险 日常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 提升心血管健康 TVBS新闻陈又祥 焦翰文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独自旅行最近很夯 因为感受特别的不一样 那日本韩国都说是独旅者最爱的旅游地点 一起来看 清澈的山间溪流 绝美山林景致 日本长野的上高地 是不少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 张小姐每一年会安排两次独自旅行行程 过程中花时间跟自己独处 也能去到想逛的景点或是展览 可能我兴趣爱好比较小众 就我会想去找一些冷门的美术馆啊 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共同情绪 那我就发现 就是跟大家一起走大部队的行程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 可能大家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情况啊 我现在固定每年至少会有两趟 就是自己出去旅行的安排 我就觉得独旅其实相对自在 偶尔也会跟朋友一起旅游 但也享受独自旅游的自由度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而且能够随性规划行程 其实我觉得独旅反而比较不用规划 出发前就是机票跟饭店订好 但其他行程我就是会先查好 就比如我会在Google上就是订好 每一区就我有兴趣的店 我就打图标打图标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告诉自己 比如说有五天 那有三天我就是市区 那有两天我可能想去远一点的地方 你有自己独自旅游的经验吗 现在科技非常的方便 所以一机在手就可以查好地图 或者是住宿 所以现在独旅的风潮呢 是渐渐开始盛行 在独旅之前呢 你只要订好机票以及住宿 再搭配一些一日游的行程 一个人也可以去很多景点观光 打开旅游平台搜寻 有各种一日游行程 只要选定好时间到当地集合出发 是不少游客现在喜欢的旅游模式 尤其适合独自旅行的民众 我们有发现就是有很多就是一日游的体验 那我们观察到就是可能每十个人里面 就有大概三个人是一个人订购的 那就代表说其实蛮多人会想要往 独旅的方向去进行旅游了 那我们也在这样的趋势下 就是越来越多的一日游的体验 它其实是可以 一个人就可以出发的 独自旅游地点怎么选 主要看交通还有安全性 如果交通不便利 就得找旅行社推出的一日游行程 根据旅游平台观察 台湾人独旅主要选择日本 韩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 独旅这么就是比较入门的人 可能还是会以比较像是日本 韩国比较熟悉的国家先去做出发 那如果比较进阶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选择欧洲美洲 就比较远一点的国家 那可能有些国家 它的一般的大众交通 或是景点的也都相对是方便 比较城市型的国家的话 其实对于出入要做独旅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虽然一个人旅行不受时间限制 也不需要和旅办讨论 唯一的缺点恐怕是住宿 以及餐厅都得一个人负担 因为国内外大多数的饭店 比较少有单人房设计 顶多推出减少备品的单人优惠 这对独旅者来说会提升住宿成本 但如果选择胶囊旅馆或是青年旅店 也会降低休息品质 如果要维持舒适度的旅游形态 开销相对比较大 我发现其实独旅的成本会相对高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其实不会差到非常多 今年我去福岡五天 我就是鸡家酒家我只有花费大概是五万 然后我跟朋友去民国五九天是花六万 就是其实没有差很多 可是我天数多很多 随着单身组比例提高 旅游模式也在改变 从过去团客旅游兴盛 到现在独自旅游逐渐兴起 以国旅今年目标来看 希望能达到一千万国际观光客来台 两亿国旅人次 虽然独旅的比例不高 但要推展观光 除了占大宗的团客外 旅游业者也可以抓住独旅商机 尤其在深度旅游或是更多展览规划 都能吸引不少独旅者目光 那其实反而团体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是独有 那这就是旅行社他们去凑产成团的 那他们这些凑产里面 当然有可能是两个朋友 或者四个朋友 他们一起去 可是当然也是有些人可能是一个人 我们现在开展出来的商品也有蛮多 譬如说像韩国的南移岛 这样有一些比较远的郊区的行程 然后或是说像泰国的北壁府啊 或是水上市场的这样子的一日游的行程 不论跟亲游旅行 或是独自一个人的旅游 最重要的是享受当下好好重点休息